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题目是 新形势下怎样顺利拿到签证 这一点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内容 目前中美关系有一些新的发展 我们此前有另外一个视频讲到 说贸易战会不会影响到绿卡的申请 根据我们的观察 至少到目前还没有出现这种兆头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网上流传 说现在申请签证原来更难了 如果夏天要来 大概这个时候6月里就逐渐开始签证的高峰期 所以可能很多人关心这个问题 那么怎样顺利拿到签证 签证包括H工作签证 O签证 J签证 访学的 对于学生的F签证 以及访问的B签证 还有其他类型 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个人的情况 如果说个人过去有隐瞒事实 或者是别的方面不符合要求 当然不行 但是除了实质这方面以外 强调一点 就是这个形式也很重要 你不能只看内容 我们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中美贸易战 所以因为大家有几点重要的分歧 一共是三点 哪三点呢 其中一点就是说 中方讲到要文本的平衡性 什么意思呢 现在这个协法不对称 这个如果接受 那就显得没有面子 样子不好 所以这个文本的平衡性 是吧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若干年前 基辛格访问中国的时候 和周恩来会谈 双方要发表一个公告 那个公告怎么写呢 因为当时美国和中国大陆 并没有建交 后来 基辛格想了半天 想出一个办法来 说叫 美国认识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同意只有一个中国 当时夸奖说 叫博士就是博士 想的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 所以从这样的历史的例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 形式文字很重要 那么联系到自身 你申请签证的时候 怎样来讲 表达你自己的意愿背景情况 这也很重要 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大家可能知道 法律上中文 比如欠条和借条 这个有效期不一样 是吧 一个长一个短 那过去讲叫 一字入宫门 九牛拔不转 千年的自止会说话 他人怀宝剑 我有比如刀 从这个角度来说 都是强调 这个文字表达的重要性 形式的重要性 你这个申请 美国签证 某一方面 比如说 你如果有客人来家里做客 这个客人说 这个态度很不好 很粗鲁 说就骂骂咧咧 为什么要请这样的大爷来 对吧 这个要比较礼貌 同时呢 注重理性 诉诸理性的 这个说服 而不是这个感性 有的时候呢 你怎样表达 要有一个充分的思考 当然我们经历 观察了很多这样案例 所以我们有更多的经验 当然也愿意 share给大家 实力啊 是吧 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举的例子 兔子学武术 他学的再好 也打不过狗熊 但是呢 在差不多的这个背景下 形式很重要 比如说对贸易战的这个态度 你说啊 签证的时候问到 那应该怎么回答啊 网上有五花八门的 是吧 有的说 哎呀 你引用总统的话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呢 都太繁复了 是吧 人家不一定耐烦 愿意听 何况你也不知道 对方的政治态度 如果你引用的这个总统 他这是是吧 比较正好是对方不喜欢的 哎 那这个可能也有 潜在的不利的情况 你这个回答可以简洁啊 to the point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讲啊 我们提供的一个参考答案 是比如说关于贸易战 可以说 我读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报道 我希望在到达美国以后 能够了解到更多相关信息 同时我希望贸易战不要过多 影响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包括在美国学习工作探期等等 然后具体的呢 当然可以根据你实际的情况 你的想法 然后加以变通 customize 我们在这里呢 讲到关于签证这方面 我们还希望强调一下 目前呢 这个移民形式并没有改变 因为美国的经济股市 总体来说呢 形势还不差 然后各种原因 现在根据最新的民调结果 川普支持率还是比较高的 还是有可能会连任的 不管从移民角度啊 从签证 从其他方面 形势也有可能会向 你并不一定喜欢的方向发展 比如天气预报 是吧 预报说明天下雨 并不是说我希望看到下雨 这一点希望大家分清楚 是吧 这个叫花辣子母信使问题 怎么样来应对呢 那有的事情是不一定个人能够改变的 对吧 我们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稍微话题扯得远一点呢 比如梁启超 当初给他的孩子建议说 我后半生投身政治啊 东奔西袍 一事无成 现在回想起来呢 觉得唐朝有李白杜甫 也有姚崇宋景 姚崇宋景呢 是当时都当过宰相 而且呢 算是有名的政治家 是吧 当时影响力要大得多 但是若干年以后 在这个历史上的影响力 远远不如李白杜甫 梁启超 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呢 这孩子更注重 专业工作 文化领域也罢 或者科技领域 其他的方面 不是要随波逐流 整天看的 当时这一天 除了有什么新闻了 那一天有什么新闻 更重要的呢 关注自己能够改变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当然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